各位,刚刚安装好那两个软体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用的东西就很简单 以前你玩Arduino还要烧热底,现在不用烧 现在只要把你刚刚装好的这个全缩 全缩门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左边,这边会有选项 那这个是Picobo,这是另外一片板子 然后这个是那个8x8的矩阵的LED 所以如果你要玩那个才会用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用上面两下 那S4A是比较旧的 就是我们以前一开始玩Arduino的话 我们是用S4A 那Squitch for Arduino的意思 然后后来因为Squitch已经进步到2.0了 那它一直没有改版,所以我们才改用S2A 那S2A早期你要进入这个环境非常的麻烦 连我都设定不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进到S2A 直到这一家公司出现 他们把那些很麻烦的东西全部搞定 然后做了这个界面 所以我们才不用去烧热 也不用安装 拍成那些有的没有的环境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玩S2A 因为它有太多新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还想延续之前的S4A 你就用这一个 那如果你想直接从新的开始 你就用这一个 所以我们就把它选起来 然后各位 你的那片板子跟USB的线 请你把它插到电脑上面 好,请你把它插 把线插上去 那那个带子就用力的撕破它 没关系,带子不要留 等一下直接丢垃圾桶 好 因为有袋子不好收啦 我都是习惯整捆这样 然后用那个束线带放进来就好 好,各位在教室管理上面 真的有袋子有盒子真的不好收 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教室 驱动程式已经都装过了 所以你不用另外装 但是如果你回家或者教室里面 没有用过的话 你就要装那个驱动 这个部分提醒各位要试一下 好,你装上去之后会出现这个 比新增装置 Arduino Uno 那它这一个 好,我先按确定 它本来一开始也只有支援Uno 可是它现在 有支援其他的板子 这个也是我们跟它要求的 那个Nano板 比Uno小 大概只有大拇指那么大 好,所以如果你要做创作 那个装置需要小一点的 你可以考虑用这一个板子 那Mega Mega是比较大片的 它接角多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装置 是需要用到很多输出输入的 你就要考虑用这个 所以它现在也支援很多片板子 好,那所以你选好S2A之后 那界面这个地方 如果你在家里你还没买Arduino 但是你想体验软体的功能 你就用不使用 就是模拟的状态 然后呢,正常我们都选最后一个 Arduino Uno 那这个COM1 是电脑内建的输出副 这我们有建议它拿掉 但是它说这没办法 这是系统订的,它拿不掉 所以那个COM1我们都不理它 就是另外一个 接到Arduino Uno的这一个 好,所以我们就连接它 然后自动烧入韧体 建议各位 你第一次使用一定要勾 因为它会自动把韧体烧进去 那如果你下次还是用S2A 那你可以不用勾 它就减少这个动作 据说一片板子可以烧1000次 可以烧入1000次 那1000次之后大概就怪怪的 可能也没那么多次 可是一片才150块 你烧1000次一次才多少钱 你就干脆每次把它打勾 因为你有可能有时候会玩这个 有时候会玩这个 这个韧体都不一样的时候 就要重新烧入 这样各位懂意思吗 如果你烧了一次之后 你以后都是用这一个 以后就都不用烧入 好,然后再来呢 这里可以直接选择 自动开启Squatch 好,这里可以选 所以你不用先开Squatch 在这里选好就好 那如果你需要用到网路的功能 你就选这一项 那如果你要用一些特殊的 元件的积木 就选这一项 那如果是平常的 我们就是自动开启Squatch 好,那我们直接用网路积木好了 好,所以等一下各位就是 1,2,3 好,然后选好 不是这里哦 它这个顺序安排也不好 我们正常会按这里 对 我按了好几次 每次都弄错 好,在这里呢 连线 1,2,3,4,5 好,请你按连线 然后连线按了之后 它就会直接把韧体烧进去 然后直接把Squatch2叫出来 好,你看这个动作跟以前 以前如果你有玩过的 你会很受不了 因为你还要开Ideno IDE 还要把韧体放进去 烧上去 然后才能开Squatch2 好,现在 不用那么麻烦 来,麻烦各位把它打开